有一个男子趁一个女人的丈夫不在家的时候 就到他家去鬼混了 不料不料 那个女人的丈夫提早回家了 冰封 我相信我这个铃声比外面商店里买的还好听 安享门铃的时候 那个男的吓坏了 但女人非常冷静的说 不要紧张 穿上衣服等一会儿 然后他从厨房拿出一袋垃圾走到门口 打开门说 啊亲爱的你回来了 你先把这袋垃圾拿出去帮我扔了吧 等他丈夫进门的时候 这名男子已经偷偷的离开了他们的家 回家的路上 这个男子想 哎呀 这个女人真是太聪明了 他走到家门口 他也安享了自己家的门铃 他妻子打开门 递出了一袋垃圾说 亲爱的 亲爱的 进门前先把这袋垃圾给我扔了吧 听不懂啊 英国报应丝毫不爽 佛经记载 父之淫 女受损 母之淫 儿受害啊 这就是告诉大家 如果一个父亲非常好色的话 他的女儿就会被人家欺负 被人家玩弄 如果一个母亲非常好色的话 他的儿子就会被人家女人抛弃 被人家女人伤害 所以长辈邪淫 子女会折损应得 连累他的子孙的 文昌帝君曾经有云 或妻女仇 或妻女仇 或子孙受报 邪淫者后代 可能也是放荡不及 好色贪淫 令父母蒙朽啊